底下几个队伍这个分数都还是很接近的 就无论胜场还是负场 一分到两分之间的一个差距 好了也是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局的一个斑屁画面 TCS在蓝色方 底下在红色方前手势搬掉了卡莎丁 那底下这边是第一手势搬掉了一个 其实我感觉主要是现在的一个雷克赛的话 它的一个效果在比赛当中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 比之前 有些这种队伍的话宁愿不选蓝枪也是会要选择雷克赛的 看TCS怎么选吧 第一手乌鸦 乌鸦 这手分番必选的位置要不要拿到 要拿 不管你那边怎么样啊 反正我先把强势的给拿 然后再说先拿一手乌鸦 乌鸦虽然刚刚起之前就提到过 这611版本的话 这种大招吸血量 削了一些 然后QD能的伤害削了一些 这削的不严重 看一下TCS这边怎么血 直接是选维鸦斯嘛 维鸦斯一技能的话的 减 减 减吃了 有点小 有点小针对这个回血 但直接是就选维鸦斯的话好嘛 对手像你有这种维鸦斯这种的话 对手这么选个牛头辅助的 就很康特你啊 随便选个 其实就辅助我也就可以康特到这个中路了 牛头的话是很克 维鸦斯这种因素的 看一下 GTR的第一轮选人 还是 我许还是选择了南枪 西威尔和南枪 可以拿自己顺手的也可以 打TCS的最后一轮选 第二轮选人 雷克赛 雷克赛加 雷克赛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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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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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不怂啊 你要正面对线 我这边的话就跟你正面对线 我这边打一下还是 乌鸦这边的话也是仗着自己的 想要Q技能进行一个 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耗 因为走位的话 乌鸦这边还是可以尽量利用走位 去躲掉凤凰的一个Q技能 能够躲掉的话 基本上凤凰来说就打不出伤害来了 来把兵线压到塔下 是凤凰这种英雄最头疼的一件事情 打不刀 是 不刀还好 目前25个刀对22个刀应该是 凤凰这波不刀 那上路小卫人这边是对对手的大树 小卫人这边的话是多带了一个引燃 敢跟在找机会 还是要找机会跟这个大树要打 对在前期还是要打 小兵有点多稍微有一点 不太能坐上去 哦这个兵还掉了 还是希望在前期找点机会吧 这边优先领先一级 直接要打一套 屁股一坐 漂亮 大树果然走啊 这个大树要是再不走的话 是其实有点危险的 毕竟小羽人这边是一个点燃的一个小羽人 所以这边老树 大树还是稳一点吧 还是要选择回传 对把状态回去回复上来算了 其实就补刀 这个兵线的话正好也正好也不亏 直接是选择了踢过来 这个兵 又是一个四级的大树 然后上三级的大树 三级大树 对的 打对四级的小羽人 感觉这个传送上来被暴打一顿 不是特别划算的 南枪这个时候已经打算过来反一下野 然后顺便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强杀一下对方的一个上路 但是雷克赛的这个位置其实是看到了 踩掉了这个 那就没有办法反这个了 直接交技能走 直接是把对方这个各种逼退走 南枪这个话也没选择贪心啊 因为你居然过来的话有着稳定空的大树 对稳定空的一个大树的话是比你 小羽人这边的话是更容易进行支援 虽然说小羽人这个伤害会更高一些 但这个时间呢 这个时间点的话不是看你这个伤害 而是看你就是说能不能稳定控住啊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脆 放到这边的话到了一个六级 但乌鸦这里到六 乌鸦这边的话直接是一波回复 直接打出弹来 但这个弹的这个位置 有点尴尬呀 等一下 而且不过这波冰线压到塔下 和凤凰这边的话也还是挺难说的 一直是利用就是说是冰线上面的一个优势 想要压制这个凤凰 那其实最后一手这个是个 而且你还知道因为没有弹了 这个对没有没有你不给不太敢往前 而且本来这边也是最后一手补的 应该是一个counter 你已经知道了对面这个乌鸦是中路 乌鸦打乌鸦打就是说是凤凰的话 其实还真的还是比较好打的 因为你前期的话走位躲一下 对啊 就关键你在线上的话 你耗不掉乌鸦多少血 还有很多中单可以选啊 不过呢像是凤凰这种英雄呢 你拿到蓝buff之后 甭管对方中路是谁 你都是一样打的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 直接把这个冰线推过去 算到了你要去拿蓝buff了 漂亮 而且还从这边站着 让你这边凤凰不能够从这个角度过来 让人绕一下 要绕一圈 好的 宝马成功丢掉 凤凰这边开大啊 肯定是要开大时候这个冰纹 略伤 很尴尬 因为基本上前期凤凰的话 打谁都不是很好打啊 因为太容易被走位 躲掉他的一个技能 有了蓝buff之后的一个凤凰会好很多 那么这一盘的话 凤凰是走一个女神之类留的 也可以 但不知道这一盘 还会不会去选择出一个时光啊 一般来说还是会 愿意去做一个时光 对 第一条 刷了一条火龙 可以 那这条火龙 直接成功就拿掉了火龙 袭击抓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方回程的 呃 没有 刚好把下路一波兵线推过去 中路兵线也是推过去 然后顺势过来 这条下路 主要视野上面的话 TCS这边的话也没有下路的一个视野 对 BUD这边的话是把视野尽量在 坐在一个上方的一个位置 雷克赛这边的话成功 脱掉了对手的一个红buff 嗯 不过比起这条火龙来的话 还是稍微有点上 哦 听到了南枪的这个位置 但你想杀南枪不可能啊 凭着雷克赛一个人 嗯 主要是这边是有两个 三个眼 嗯 南枪这边的话可以说 在红buff的一个洞牌全都发现了 对 全部被发侦查到了 哎 漂亮 成功的是抢了一个 抢了一个 啊 南枪这边给上一个信号 说说好他藏在这个里面 这想要一套秒 这个大树吗 算 有点燃 不过知道南枪在上路哎 不一定 因为刚刚的一个视野的话 是看到 虽然看到他在打一个 啊 看到他在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石头人 对 但后续就不知道 而且可以看到这个小个人 刚刚把这波兵线给拖过来 这样的话有机会杀这个大树啊 直接一个大 小人这边直接一个大 而且有雷克赛的这个 哎 这边的话直接捆住了南枪 但是点燃上在身上了 南枪这边的话 有大招的伤害刚刚也是给出来了 对 啊 果然是成功的拿到了这个一血 这波真 这波真不好说啊 一般来说你不会判断 这个南枪是在里面这个位置的 所以这一波蹲 蹲的是非常nice 啊 兵线上面也是刚好过来 一个人头 嗯 对 然后打也是收了这波兵 直接 哎 凤凤的话这边也是和对方的中单 两个人是一起一个机会来 先要秒对方的一个乌鸦 但是伤害的话有点不够啊 凤凤这个伤害太低了 没能够没能够晕到人 好像一个墙隔一下 南枪照住闪现 那这样的话小游人阵亡 这明显是在乌鸦是要下来的一个时候 明显是要直接想直接秒 但很可惜乌鸦这边交闪现 多了你关键性的控制技能 对 不然其实就秒掉了 嗯 他真有机会能够秒掉 凭借着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的一个伤害的话 还是很可观的 主要是第一小游人的一个状态 不是特别好 前面因为为了收那波兵 顶了一下塔 是 其实本来有一个半血的状态 还是可以有一战之力的 是 他刚刚为了收那波兵 点了塔之后 有点亏 呃 被抬了两下吧 对 有点亏的 不然那一波他也死不掉 嗯 刚拿的一个衣血 呃 晕在里面 但我们压着 呃 凤凰这边的话也是已经把大招给关了 他这个有吸 有吸血 对 全部都吸回来 打不动 你没什么 能拿他没办法 呃 其实他拿凤凰这个时间点也没什么办法 凤凰就大招清兵 没了 没了 刚刚被凤凰打掉了 是的 那他这边的话 刚也会看到南枪在附近的 呃 在下面的一个位置 所以想过去看看有没有能够把 打一下的 啊 看下这个位置要追一下 他这个 不住 哎 赢了一下 来 闪 接闪 是 这个大招是给他躲掉了 嗯 来 凤凰这赶紧过来的话是掩护一手 打不过放个墙吧 嗯 小鱼这边的话 刚刚是想从后面踢过来啊 但这波的话位置不是很好 所以说还是放弃了 感觉在旁边还是挺好的 感觉刚刚什么 感觉刚刚布隆这边不应该交闪啊 还是应该展现上去 先 我先打出我的这个要准备打出这个被动效果来 凤凰这边的弹的CD好了吗 哦好了弹的CD 这边有被动就觉得对线期的话就问题就不大了 这时候就稳很多啊 嗯 好 那掉个蓝buff 有了蓝buff 只要蓝buff不被反啊 凤凰在对线期面对谁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我冰确实差了点 差了二十 二十五刀 因为在之前的话一直是被乌鸦压陷嘛 塔下的凤凰都塔下不到的话还是很痛苦的 我觉得是直接到脸上 是 看一下这边能不能追上 南枪这边的话有伤害吗 啊漂亮 不容是直接 点燃是烧死了 对不容的这个点燃是烧死了这个人头 这时候就无所谓了 封管谁拿到人头 只要杀了就可以了 对 好那么就这一波对于卢仙的一个击杀看一下能不能够把下路这边的一个塔给踢掉 看到雷克赛 赶紧过来啊 手一下下路的一个二塔 大树和乌鸦两边的话都是没TP 这一波QQ这两个人看一下雷克赛这边要赶上吗 不赶上呢 这一波的话应该是直接能够把下路最后塔给点掉了 推完这波冰线啊刚好是需要这里可以赶紧的是撤退 这波冰线推了也还只有两分也不推了啊赶紧走 清的差不多也就可以了 其实中路这个还是很有隐患的 你指的是乌鸦这个点吗 对 确实在待会儿打团战的过程当中的话 一旦是乌鸦这边将精神给做出来 那么面CTR这边的一个阵容其实真的是非常难以去秒掉乌鸦的 然后对方的话又是上单也是一个很肉的一个老树 大树对大树这边又很肉 所以这一点的话比较考验的一点是什么 就CTR这边的呃 西维尔的这个伤害得要跟得上 现在打这个大树其实就没有刚出击那么疼了 嗯因为你也要偏肉桩的一个出法嘛 所以伤害肯定是打不出来的 好我们第二条的小龙感觉有可能会要进行一个争夺 CTR这边的话率先过来 然后拿一下这一条的一个水龙 看一下会不会让 放个烟雾弹 嗯 好小二人这边还是踢拐想强行要保 南枪这边过来一手 来巴的这个精神给的还是可以的 好那小龙先拿掉 凤凰这边的话要跟着一起秒对方乌鸦 在乌鸦一个闪现 老树这边的话是要被带走了吗 一丝血啊成功的带走 小二人一个一技能漂亮 也是杀掉对方的一个路线 这波的话有一点就问题在于就是说是TCS这边的雷克赛在第一时间就已经 被打残了但队友这边的话似乎有点还想再继续要打 其实这被抢掉了这条小龙之后这波团战TCS应该就选择撤了要么你在刚开始在那在那边先不管这条小龙 因为毕竟是一条水龙 他是直接去开了这条龙而没有先去在那边先站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 在对方从刚刚那个位置过来的一个时候的话直接可以选择跟对方打这波的一个团战 对你就在小龙的附近你先别打龙 其实主要是先站一个比较好的小龙的位置会是比较重要的 如果你在打团呃这波团如果打赢了再去拿龙之不是更稳吗 就算把这条小龙和我能打赢这一条呃能打赢这波团战的话也是还是可以接受的 对 那这波其实ZTR这边的男枪打到了两个人头啊 那相对上一局的一个男枪输入很多 上一局被对面的一个什么也是巴德吧 就是定了很多次都被秒了 是 因为他其实呃刚那的话一边在打小龙 那一边的话又在右边跟对方打一个团战 你两波人就分割开了 对而且卢西安的一个状态一直在龙坑里面 而且这状态不是特别好在龙坑里面也出不去 好现在单人兑现的这个小鱼打大树 是的 哎呀 呃 小鱼人其实真的不好真的不好打这个大树啊 哎这边这一个打招 一个鱼 呃不掉血啊被抓了 哎一个门进来 有闪现啊 没闪现的他是一带这个一个点 那他肯定带走了 漂亮 下这边的话抓一手乌鸦 哎这个晕得漂亮 这也是把乌鸦给带走了 从 特意给 过来的一个神区神Q啊直接是把呃乌鸦给晕住 对 那下路塔是可以带掉就是转 那上路其实死个小鱼人影响没那么大了 是你看这一波凤凰直接是踢到了就是说蓝红buff的旁边那个位置过来的看他一个TP已经是用过了 而且这个能守吗 哪个上路吗 上路塔应该是守不了 上路守不了啊 上路守不了啊 这两个人太硬了啊 扛这一塔的话没有问题啊 南枪赶过来的话肯定要被打出闪现来 那要硬推 也没问题 开个大招 然后一波清完之后走人 巴德在这边的是呃蹲着找机会掩护一下队友 毕竟扛塔扛着塔在推的话风险还是有一些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双方的塔数 GTR这边还是领向 因为下路的 对下路的一个二塔都已经是被推掉了 进去上没差太多 因为主要是中路的一个补刀加上下路的补刀 呃三路其实补刀都被压了 嗯 加上打野的一个补刀都被压了 是 出补刀赛 怎么没有一路领先 上路的和中路这个补刀压了也很多 都其实我觉得都挺正常 下路其实没压 嗯 就上中上压一点正常的 就乌鸦打凤凰前击的话 可以压一点补刀正常 上路小鱼人打老树 小鱼人的话你不可能随便用技能去清兵 所以说老树这边压一下也正常 下路没压 因为你可以看到 加上那个布隆的那个 布隆的那个 布隆的那个 布隆的二十多刀 甚至还可以说是领先的 这边抱团是往中路过来 要对这个中路是有点想法 要 其实就是压一波中嘛 这些中塔可以压一波中塔的一个血量 看下雷克赛的这个位置 嗯 看到了一个大树的一个位置 因此GTR这边的话也不好再继续选择的 不然的话被大树这波还捆住 还是挺尴尬的 因为毕竟对方的一个乌鸦这里还是有TP的 这一波的话搭搭互相间都有TP 可以看到这一盘的 小一人的这个出装的话 就是一个冰拳加振奋 一个满传统的肉装的出法 这边直接是选择的地方回城 怕被抓 因为对方的四个人都看不得 四个人都看不得 四个人都知道野区过去了 对 而且小一人身上是没闪的吧 他带了一个传送点燃 因为没闪现啊 所以说他最怕是被 会抓 会抓了 这两边应该是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发语器了 等到或者说是等下一条小龙 下一条小龙不知道刷的什么龙 但我们看到双方河道这个视野 这个争夺都很很弱 没有人对于小龙河道视野 目前来说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争夺 这还是刚刚放了一个元件改造 这条的应该是一条土龙 土龙吧应该是一条 没人要 对 下一条龙 果然是 从他们的这个动向来看的话 做眼的一个动向就已经感觉到下条龙 不是特别想要 所以对他来 对两边来说的话 这条龙暂时都还并不是特别重 因为就算 其实蜂龙的效果的话 魔王也可以 因为它支援会更加快 更加迅速 在游戏当中有些时候 速度也是 就支援的这个速度很关键的 那这条土龙就是什么呢 那谁那谁先拿就拿了哦 但是估计这种这种土龙 这些土龙 还得随先逼过来 基本上来说 最佳这边就可能考虑一下就要让呢 嗯 这边放上视野 这些是 雷克赛这边 其实这种这种 像这种打龙的时候 有雷克赛的一个地址数 会好很多的 卡下这个小野人 确实打不过大树 有点有点麻烦 走一下 这大树还是打得比较怂一点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先把 他先把这个小野人状态给打没了 他回来 我的状态很好 你敢踢吗 对吧 我踢过去 我比你多一倍的一个血量 对呀 也是 他就很简单的一个思量 就是这么打 我先上来 我先打你一条 我把你打残了 我们俩踢过去 我们俩的状态不是一样的 那为了这条土龙 你愿意跟我打一个 就不公平的一个团战吗 你肯定不愿意 好 那要几条土龙 我们拿下 因为对于TACS来说的话 我这一条龙 没有必要 一条龙都没有 所以还是要拿一条的 给一条土龙 也就影响不是特别大 主要TACS现在的话 还找不到 也找不到一个开团点 他们这个阵容 其实开团很强的 你说有巴阿德 对吧 有雷克赛 雷克赛 有大树 开团能力是很强的一个阵容 不过这边 他应该是还不觉得 就是说这个时间点 要跟对方去打 这个团战 因为你乌鸦这边中亚没做出来 这个很关键的一个点 等了这边中单的这个中亚 能够出出来之后 起码你要等到 就是中单的乌鸦中亚 就是等AD的第二件成型 然后等到中路的这个中亚 上路再补个肉 就是大树嘛 还是坦度还不够嘛 主要是在团战中 出了时光再加上冰障的这个乌鸦 这确实能扛得很 但现在问题在于 你这个乌鸦在之后有输出 打得出来 这才可以 因为这样的一个出装 其实打上单的乌鸦 上单乌鸦的话 其实也还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中路的话 你往往缺中路的一些爆发 这么的一个装备的话 得要打在团战中 打得会非常持久 对 他是要打持续装 你是打不动什么 你是打不动这个小鱼人的 而且你还要出中亚的 你什么时候能出到法穿杖呢 略托其实这样的装备 我觉得应该是出完时光之后 直接选吗 直接选择中亚 然后法穿杖 会好一些 看一下这边 抓一下这个乌鸦 这的话直接秒南枪 南枪这边交出一个闪现 这边的话西威要给上一个大招 这边要闪现上吗 雷克萨一个顶 顶到了对方 老树接着一个捆票 巴德一个大招 好像还害了一下 自己的这个队友 乌鸦这边肯定要开大 卢先侧翼 凤凰的一个墙 给的还可以 这边直接是把破龙闪现 给逼出来 那么这一步的话 直接拿下对方的打野南枪 这是要选择打这条大龙 没问题 因为自己家的话是有老树在 所以说扛大龙的话 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但这一波的话得注意 一旦是对方进来打这波团战 你不打了吗 我说那么多久就不打了 他只是路过而已 他说我只是路过 我要推一下中路 真到真可以打 这个波的一个团战的 时间相对稍微早了一点吧 看一下 还是想打一下中路 推一下中路 乌鸦这边的话是踢过来 是打算一个中路的一个绕后 这边应该是要 强过来 W捆住啊 直接想秒对方的凤凰 凤凰的话直接被打出带来 这瞬间被秒差掉 漂亮 那这把凤凰打死之后的话 再杀对方南枪南枪 给上一个虚弱 那这把卢仙在追着对方A 掀开A条对方一个布龙 但西威尔这边的话 状态界也不好了 被乌鸦一个W捆住 成功的杀了 那么在击杀对方三人之后 这一波终于是能够拿大龙了 没错 那这波是小鸦人不在的一个情况下 这就是因为和中一塔 没有TP的时候 那正好打了这波团战 这一波乌鸦选择绕后的这一波一绕的是真心的 那一次 在对方有视野的一个情况下 看一下小鸦人是有大招的 雷克赛得注意一下这个位置啊 其他人可以死 这波雷克赛不能死 雷克赛往里面缩 这个位置肯定能往里面缩 这边是打到一个乌鸦 乌鸦的话直接是被小鸦人秒了 扒到一个金身 直接是控住了大龙 这个上来的话 卢仙先上杀外围的对方的一个男枪 那这一波的话打不了了 小鸦人还想上来 但是一个肉装小鸦人 打不出太多的一个输出来了 漂亮 那这一波的话 卢仙是巴德这边的话 是把小鸦人给收掉了 那这一波死的一换一 成功的阻止掉TCS打这条大龙 这一波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也是可以看到 TCS这边是非常果断的进行了一波推进 配合这个巴德的这个门 直接是到了 二塔和一塔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 刚刚的巴德的一个大招是给的 是巴德一个大招是给的自己这边嘛 好尴尬呀 对啊 他那个给的 给的 好像不太对吧 刚刚那个大招 但是那一波还不错 后面那个 他一个大招好像给的 给到一个大龙吧 他是想给大龙 然后往后撤吗 对 给了龙 是之前没注意啊 之前就乌鸦被 直接被小鸦人给上大招的时候 然后他这边不知道他可能大招CD没好也有可能是这样 如果好的话应该直接是 应该是给了 直接扔给 直接扔给乌鸦 乌鸦这边的话就死不了了 那这波大龙还能再继续打 还能继续打 但是发现 ZTR这边是每次有一点点小小的优势 但是很容易会被对面突破狗 找到一些突破狗 ZTR这边是吗 对 ZTR 其实前期大家都有一些小优势嘛 但是 因为刚刚就说了嘛 TCS这个这种的他的一个强开弹能力太强了 所以被他们打到一个先手 有三个能开团的点 那这边的话再等 这个就等个看一下有没有机会能够TCS再抓对方一波 中路是下路这边的话一塔也是拿掉 因为我知道你什么 我知道你乌鸦 而不是 凤凰这边的话是没有闪现也没有弹的 所以巴德一个大招定到了凤凰 那这一波的话可以说ZTR就很危险了 巴德这边再等一下他带一个大招CD 还要最后一秒钟吗还是 好了吗 没有 差一点 好了 应该大招CD好了 刚还以为还有点像最后一秒钟 看一下这边敢不敢打吗 没敢打 还求闻一点 还得问乌鸦大招 我倒觉得刚刚其实正找机会 只要能够巴德大招 大到这个凤凰 这波传战的话绝对能打 因为现在是 因为你定住之后 你这边乌鸦上去 一个W 一个W就连住 你这凤凰就死了 没闪现 没有 没有弹 肯定是必死无疑的一个节奏的 这边的话 再被墙给隔住了 这样子闪现来 中路的塔是要被破了 是 凤凰一发 那这个位置看一下 上来捆凤凰 但是队友只有一个雷克赛跟上 凤凰的话给上了一个支天使 没有的 然后赶紧跑 好 小人这边的话 这么肉肯定也是不会取权 去打他的 那这一波的话 没有能够杀掉 队友这边似乎是被给截断了 对 南枪的这个位置不太好 好我们看一下目前龙的一个数量 因为刚刚到时候 ZTR也是打掉他们的第一条土龙 ZTR这边是有三条龙 那其实刚打完龙之后 TCS这边也是很果断的 直接向中路的一波推进 打龙就推中嘛 虽然说没出现人头 但是ZTR这边还是蛮危险的刚刚那个位置 确实 被隔断了 好那乌鸦的话 中鸦也是做出来了 这波中鸦出完之后 这双鞋子 你得考虑 这双鞋子 这双鞋子是出 减控鞋 还是选择出 发穿 其实我觉得 面对对方这个阵盟的时候 可能减控鞋会更好一点 因为对方的一个控制 其实你要说弱的话 也不弱 最关键是有着 凤凰 有布隆重英雄在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出一个 减控鞋的 好看下一 巴德这边的话 直接是闪现上来 想要捆对手 大叔在这个位置 没能够捆住 南枪这边的话被定住 但是凤凰的这个强势 让TCS不能够第一时间跟上 雷克斯在这边的话 还有闪现 闪现上 没有闪现顶 但直接是顶到的对手 巴德这个大招打得非常不错 这一手的话 直接是一波人进 追击无限的这个位置 还是不错的 但是被打成 被凤凰这边打成了一个残血之后 就先往后吹一下 小云上来一发Q技能 但是被 雷克斯在给顶了起来 没有能够收到对手的路线 而正面的话 凤凰蛋也是被打出来的路线 拿下了一波三叉票 直接是一波 第一换对手三个人 重点是很尴尬的是 TCS这边全部都是一个残血的状态 除了它 呃 四个残血啊 四个残血的一个状态 小云刚刚Q上去 直接是被雷克斯在一个顶 给顶了起来 对非常尴尬 主要 诶我发现 呃 TCS的整个阵容非常的厚实 在有大树跟雷克赛的这个情况下 是 就是正面 他就跟你 一群猛看就上去了 就跟你正面刚 是啊 看一下南枪 这边能不能能够收一下 能不能再一次的 创造奇迹 创造奇迹 对 先靠一个烟雾弹 先靠一个烟雾弹 啊这边再等南枪下来 晚点打 啊没能够抢到 那就是没有办法 是 不是 这边的经验很丰富啊 知道你在差那么一点的时候 你会勾引我下去 那我这边的话就先不下去 他等了很久了 对 那最后还是没有成功的抢到大龙 这个肯定 现在抢大龙还是真的蛮难的 肯定是要抢的 想办法 就肯定是要抢 但是 现在抢大龙的一个成功率 其实 就很低 你毕竟对方五个 对方就四五个人在 五个人在 你这个一个人就在 你还 你不是有斩杀能力的 你不是说是蒙森 但就是不像蒙森这种 就比较好 九筒都可以啊 九筒 九筒打对方还有百分比的啊 所以他这个南枪的话 确实 其实没有斩杀能力 没办法 对 也是刚刚可以看到 在刚刚那一波团战当中的话 面对对方抢 各种过来抢开团 你这边的小鱼人 其实在这种团战当中的话 你就显得会很乏力的 对 我觉得小鱼人的话 如果 刚刚打龙行 可以看打成参拳 都是因为什么 一个是因为凤凰 就是因为凤凰和 七月二两个人 打了一个AOE的这个伤害 对AOE不够 但是呢你没人 没人那个时候 是能够再输出到对方的人了 南枪这边的话也是被追着啃的 这边的话要找 要找机会开啊 这应该感觉是TC 但是卢仙这边 直接是被打成一个残血 哎这边的话 这个墙隔的还可以 直接把大树这边给卡在里面 被安排一下 杀对手的一个巴德 巴德这边直接是被秒掉 漂亮 那这一波的话 感觉GTR要往回打 但是乌鸦这边是扛在第一个前排的 卢仙的话直接是卖了 那这有 那这么卖了的话 那就没得打了 对是死了三个人 可以说这波这个墙 把老树这边卡的也很难受啊 哎也犹豫了 稍微再等一下 这波如果能够等到什么 如果能够等到大树这边的 闪现好 刚闪现是没好的 等到闪现好 交个闪现是 对交闪现上去 强开这波团的话 效果可能还是会不一样 因为你这边闪现上去的话 你可以乌鸦是可以配一个W这边捆住的话 你可以强行打一波 打一波这个团战 但是呢 出波上高地的一个时间 嗯 就你墙上高地了也可以接受 嗯 主要是那个 那波时机大树的一个 但刚刚你大树没有能够捆到关键性人物 对 然后又被什么 又被这个墙给卡在那边 卡了之后顶了很多下塔 对 那个塔还是挺疼的 打人大树不疼 你的第一个反应什么 你的第一个反应肯定是往后往回撤 对要先往后退 对然后等到你往回退的时候 大树被打残了 巴德被打成没血了 GTR这边 就不太好了 GTR这边肯定一波直接冲出来 给你打呀 再有西贝尔还有大招 你这边肯定要冲出来给你打 不可能不打的这波 其实还好 经济超了四千 四千块 四千多块 是 好这样的话就是四千不到 这话下面下一条的话还是一条元素龙啊 元素龙的话还是要在35分钟之后才会抓紧 但刚刚因为没人没死嘛 身上暂时还有最剩下最后一点时间的这个大龙buff效果 还想还想绕着往后开 现在是有想法 最大的一个蓝buff 雷克再这个偷一下无所谓 这个大招随便传的 GTR这边是要反退一下你的二 反退一下你的二卡 对的 这个又把一个老鼠给扛了 老鼠这边的话只要闪现 上去捆住对方的一个男枪 直接在上面 被打成一个残血 巴德一个大盯住对方三个人 西域尔这边赶紧往回撤 西域尔这边赶紧往回撤 西域尔这边开启大招 被巴德给上了一个虚 这边正面不容先死 小人这边想突对方的一个后排 但是好像突不死人 乌鸦这边没打成残血 但乌鸦的一个中压应该还是在了吧 那现在的话打成了一个一换一 小人这边进一怪 一个一技能 尽量想留人被雷克赛这边顶起来 但是乌鸦这边是死了 对乌鸦这边是被人子妈收走 西埔尔这两下A死了 乌鸦这边刚有金身吗 还是金身刚刚之前用了 有金身我刚就看到没用嘛 有点尴尬的 有点尴尬的 感觉应该可能觉得自己不会死 嗯 这一波的巴德大招 其实给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对 定住了对方的三个人 但是你打的还是都是挺弱的 刚就已经说 像是凤凰这样的一个英雄 真的还是比你想 比想要当中的 其实还是要入挺多的 而西域尔刚才刚刚的一个位置的话 巴德其实给上了一个 一个虚弱 对给了一个虚弱 但你发现这下一个问题点在于什么 就 输出点上面来说的话 有点打不动 还是有点打不动了有点 全靠 卢仙的一个输出在撑 哎现在的话 乌鸦这边的话 还要打算 出大棒做帽子 你这个法穿杖真的不出了吗 不出法穿杖打不动人啊 挺尴尬的啊 对 看一下中路的 还是有上 凤凰这边要 墙要隔一手了 这边的话这个墙隔的还可以的 但是 哎 南枪这边被秒了 南枪被乌鸦一个W定住之后 直接是被 如先这边扫射给扫死了 那这个就没办法打了 得往后退 但是 我们看到了乌鸦这边绕后的一个TP 杀对方的一个凤凰 漂亮 但是乌鸦这边的话 精神大招没开出来的一个精神 好尴尬 乌鸦这边直接被秒 但是凤凰这边被打出蛋来 但西伯尔的这个状态太好了 西伯尔这边的话 一直输出 先打对方的一个雷克赛 继续追吗 西伯尔 被巴德的一个QG能给定住 那这样的话 有点追不了了吗 小一人这个时候也是踢过来的时候 也是瞬间就死 对 还要打算用这个凤凰的墙来跟对方打一手 所以每次这个墙 其实能够把大树先隔开来之后 对大树的一波 但是 就打这个大树 对 就先打大树嘛 把他打残了嘛 但是其实刚刚那一波比较亏的就是 南枪第一波先被秒了 我绝对比较亏的一点是 对于TCS来说的话 是因为刚刚那个乌鸦大招没开出来 直接就金身了 它是那个金身大招没开 直接的金身 因为那个血量真的是太残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乌鸦就是出的一个解控鞋 其实解控鞋的效果真的是不错 面对对方阵容 因为它就怕什么被秒 这个金身什么开不出来 但你要出一个什么 你要出一个水晶世代的话 它又好像有点浪费 对 多了一个格子嘛 因为特别感觉不太好 主要你往后面合的话 你合不出什么东西来 对 这个卢仙疯狂像机关枪一样 其实这个皮肤 就是说是原计划的卢仙 就打击感是特别好的 等一下红buff 确实 其实这卢仙的这个装备 也是后面就是 写得出了一把银血 因为对方那时候 莫名AOE技能有点多 对 莫名AOE有点多 确实有点多 不过小银人在前面扛的不够 就是一个肉鱼啊 在那个人堆里面脚啊 其实小银人上单和上单艾克都一起动 对 他们打残血特别厉害 对 打残血特别厉害 但是如果对方的一个状态比较好的话 对 就根本没输出 对的 来看一下这个位置 两个人 你看 你看 出了两下就没有掉血 虽然确实打的对方是一个雷克赛 是个肉 感觉雷克赛这边的话 TCS想要等雷克赛这个复活甲再跟对手打 那肯定是要等一下 不然 下一波团战 争夺一下这边大龙的一个视野 第二条大龙 不停的利用低听术来观测对方是否要打这条大龙 是的 那纠结在这个位置 真的觉得乌鸦这边的法穿杖做的太晚了 还想做帽子 你这边打谁 除了打这个西威尔能够打得比较伤之外 其他人的 打其他人的都不是很好打 感觉出的早点出一个法穿杖 有精神在的话 出法穿杖能把对方打得动 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 毕竟 钢铁的样子侠 这种加魔抗的一个装备的话 对你这种乌鸦AOE的伤害 就大招这种伤害 有一定的限制 有一定的 看到西威尔这边的利用这个W 其实还是蛮疼了 最关键的是有这个 减治疗 好 他自己这边有 有这个多米尼克领主 然后 呃 队友 凤凰这个话 有一个毁输 都还是比较不错啊 能够捡对方的一个治疗 好 好 那也是进入到 大家回去 补完一波状态啊 嗯 然后兵线带一带 还是要再纠结一下 下一条 这个是远古龙吧 远古龙的一个时间是8秒 5秒 那又在大龙跟远古龙的这个 有一个争夺吧 两边 那不过TTR有一条火龙 一条水龙 B 不对这边是出的一个繁星的提醒啊 这名字记错了 它是两个 一个是红的 一个是 好 我们看一下后续这边的话 打算 怎么打 因为这个时间段 两边的一个小龙数量啊 仅仅只相差一条 嗯 但是 远古龙的话对于两边来说 都是比较好的效果 啊 直接要开 直接开看一下这个时间 这边是有视野 也是看得到的 哎 感觉的话这个有套路啊 但是问题是 老师那边过来 也有捆住对方一个凤凰 这的话乌鸦这边被 挡住了 看一下能不能过来秒 对方的一个C位吗 啊对手的西威尔和凤凰两个人 哎 乌鸦这边闪一闪啊 漂亮 只剩下西威尔一个人 这一波的话 有没有西威尔有没有回天吗 啊 没有办法了 还是无力回天啊 这一波被一堆人 这边乌鸦上的话 一个W把一堆人这个 是达到了一个残圈的状态 就那一队就是 西威尔这边的话已经是尽量输出了 就是在那个地方太狭小的一个空间 是全部被乌鸦打到了一个场 四个人挤在一起 对 然后被各种DCS各种打掉 对的 其实本来的一个战场是被分割开来了 而且真的像富皇这种英雄的话 你大招在这个里面被打断了 你没有输出了你就 这是一个人在关里面 太关键了 对的 所以这个位置不太适合他 嗯 好 那这样的话 直接一波 将GTR给带走 但是这个一波 不是不能一波 应该是推一路 因为这个点的话 GTR这边复合时间还可以 十秒 对的 一波推不了 说错了 但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是不是应该选择去打一条大龙 然后再去 回 然后再去拿一条 然后回去之后拿一条远古龙 会好一点 这边推一路 中路 推一路没有去选择打龙 啊 这个 但是下一波还是要在龙附近打 因为推一路的话 对于对方的一个兵线压力啊 并不大 其实可以去选择拿一条远古龙啊 大龙这边的话 拿完远古龙之后 你倒好推大龙 其实也特别快打的话 是 应该可以选 刚刚没注意 他们赶到中路的时候 对手的一个复活时间 已经不算太长了 我还以为 有 很长的一个时间 还是先打大龙 嗯 但这个时间打大龙 对方人又在了 又跟你有一战之力了 五千块的一个 是 四十三分钟的时候 这些经济不算什么 其实还好差得 这些经济就不算什么 真不算什么 这两边还是要看之后的这个团战 大树直接是传送过来 开 直接开大龙 大家这边要不要来 这一波团战 是 生死一绝 看一下这条大龙到底是谁的 哎 看一下 啊大龙的话是南枪 南枪又拿到了 但巴德这个大招 乌鸦这个W放早了一点 但是还是挤到人群当中 看一下乌鸦会不会秒 乌鸦开启一个精神 卢仙这边上来 要跟对方的 西威尔的皇城PK 打赢了 漂亮 那么这么卢仙把西威尔秒的 超市对方少了一个关键性ADC 而且凤凰像这个顶一倍打断 没输出的英雄 直接就没办法了 直接满起的疯狂直接跑了 没办法 很想再追 是 TP到了自己家的一个内塔 差点是被打断了 对 这一波西威尔是被卢仙两个人 皇城PKK 对两个人就自己对A的一个情况下 是的 卢仙是把西威尔是打死 因为卢仙是可以贴脸打他 会比较疼 你要论中对拼 西威尔肯定是一个团战型英雄 拼命他的一个W 所以在这个当中的话 你先不仅仅打赢了 而且还让西威尔少了非常多的一个输出 天花要杀对方的一个凤凰吗 也不管杀不杀 那这一波的话也是恭喜一下 TCS成功的拿下了今天最后一局的对决 恭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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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